小時候只要是拍百事殼的pepsi嘛對不對 都是非常大牌 你剛不是說你想拍百事殼的廣告嗎 我超想 皮特是不是有拍過 他拍過沒拍過我馬上自殺 請真愛生命希望無限 我死給他看 我們有彼得你還是好好做菜吧 那我們介紹過這麼多國家的牛排之外 但我們今天就先冷冷冷冷 我們先介紹一下韓國的烤熱 它主要呢我們要先注意到就是 牛熱條它的筋含量比較高 所以我們要用一點刀工來讓它比較好咬 我們把這邊先切 不要切斷齁 切完對不對 要一個大小 差不多這樣的大小對不對 我們這一段切斷 好我們現在準備醃料齁 洋蔥 然後呢一定要有梨子 加一點點蒜頭齁 那我們這時候呢我會加一點點什麼 口渴 它裡面有蘇打 那我可以讓它軟化 然後我們就用菌子機打 如果沒有菌子機沒有啊 你就直接放下去醃就好了 我們準備的就是韓國的辣豆瓣 然後再來呢我們準備一個日式的醬油 加一點點香油 然後再把我們這個 放進去 攪拌一下 加一點點的洋蔥粉 切胡椒粒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 塑膠袋 把肉放進去 把醬倒進去 我們捏一捏齁 那我們捏一捏 讓它醬汁可以滲透到肉裡面 一樣 放到冰箱 兩個小時以上 最好是能過夜 好來我們這台韓國烤肉呢 也好了齁 我們把它拿出來 來我們這時候我們直接用烤的 如果你現在沒有烤台的話 你就用平底鍋煎 我們先用高溫 高溫完之後我再用低溫 因為高溫我要讓它有一個炭香味產生 那你烤的時候你先一面讓它烤 不要馬上就去翻痛它齁 你翻痛它之後 它的上色顏色就比較不好看 好我們把它 好的先拿起來齁 現在我要來吃了齁 然後我上面剛剛撒的是 蒜酥 喔你看看我的嘴巴 全部都是油脂 超爽 超爽 剛剛講說為什麼沒看鏡頭的 為什麼要看那邊 我們有一個工作人員啊 他的身形是倍數生長 哈哈哈哈 也不會剪啦 爽 你剪了嗎 我剪了嗎 剪進去 喔還有人家說皮特最近變胖了 真的 百爆 像這種醃的東西啊 非常適合拿去出去烤肉 我覺得下一集啊 我們就來教大家怎麼烤肉 好不好 一句話 一句話